老板 这些纸袋无药的送您 好 餐厅就是有回收纸袋的活动 那我们回收纸袋50个会送两颗柠檬 您没听错 只要将家中不用的纸袋捐出来 就可以换到两颗无毒柠檬 但是我用行动支持响应环保 没拿柠檬 要将这两颗柠檬分享给下一位的捐赠民众 让店家可以充分运用 因为店家自从推出募集包装用的纸袋 代替塑胶袋活动之后 就吸引不少民众响应 瞧瞧这架上的无毒柠檬数量越来越少 就可以知道环保爱地球的民众有多多 我们有蛮多民众支持的 尤其是我们老顾客 他们定期都会送纸袋过来 那他也不一定会跟我们要水过来 不过我们还是会给他一些当奖励品 奖励品除了无毒柠檬之外 还有季节性无毒水果替换 而高温炎热的天气热到快让人受不了 店家也贴心准备无化学添加物 潮州知名的安心冰品 民众只要捐出50个纸袋 也可以换得一支冰棒销鼠 店家说 很多民众购物之后 纸袋大多用不着 多数会丢掉 但也有民众收集在重复使用 不过数量一多容易占空间 因此有许多民众都乐意将纸袋拿到店里 让他获得有效的再利用 因为我们是绿色环保餐厅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我们在环境的保护上 能做一些贡献 那所以我们餐厅的话就是 不用塑胶制品 然后在客人购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提供值得给他 那减少一次性的浪费这样子 那对环境有点贡献跟保护 绿农的家以及彩虹餐厅 例行无所经营 不提供塑胶袋等塑胶制品 消费者若是要打包 会提供外带容器装成 若是在有机商店内买东西 则提供纸袋包装 长久推行下来 消费者也养成习惯 加入巨宿行列 这位先生买了两颗芭蜡 宁愿用手拿着也不使用纸袋袋 就连店家要提供回收来的纸袋 他也拒绝 身体力行 响应无数生活 为的就是不让便利 带来环境的伤口 店家说 一般塑胶袋用不到五分钟 就被丢弃 却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甚至让海洋生物物食死亡 为了一时的便利 却对环境造成巨大伤害 地球和人类都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此这里推行无数经营 也希望更多的民众 商家一起来响应 让地球更健康 评论新闻蔡立华 魏德伟采访报道